第9天 那台子 沒有讓你失望了 已經是第九天 太棒了 這持續高 這沒完沒了 但如果今天第九天的今天 他还是在这个900上下 这边做徘徊的话 你去切到那个大概10分钟 或5分钟下 你会发现是一个横下平台整理 上也上不了 压也要不要不了 这都很正常啦 但我跟你讲啦 你这种形态来看的话 你说如果短期间 有一个出现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急挫 市场幅度也不会很大 原因就在于 我天天跟你讲 就是说你沿路上来 一定有很多套牢的空单 不管在哪一个位置 一定有 不管在低档 半山腰 或者是目前这个位置 下面大概100点上下那边 都有套牢的空单 你知道一个压回 这些空单一定会争先恐后 想要赶快来做回补 赶快做解讨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嘎轰力道 这个推升力道 一直支撑着这个行情 维持在高档 所以你再怎么杀杀不深 你只要有这一个往下出现急挫的走势的话 又是我们再一次进场减便宜的良极 那所以说今天 然后900上下 指数那都很正常 因为现在900是一个大关卡 是一个整数关卡 这关卡一旦过了 后面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跟大家所预期 那个1万1那个大关卡 那你现在距离那边 大概还100点 我是预期在未来这个礼拜的时间 当他要走这个100点 应该速度不会那么快 因为开始的话是几涨 几涨之后呢 你好要持续推升变缓涨 各位还记得那个道理吧 我说这个行情要往上来做一个弹升以前 如果出现急跌缓跌拉三部曲嘛 应该到里啊 我要出现一个大幅度的回档 那之前是急涨 一定有一个缓涨 那第三部曲呢 再大回档 大回档之后呢 那个时候已经到达1万1了 回档之后再攻 接下来就1万1千 100 200 300 一直上去 就1万2 12682 民国79的那个最高点 值得可待 应该今年没问题啦 看得到啦 那所以我们这个所装的这个多单 目前还两笔在里面 还没卖啦 反正我要到那个位置我才卖啦 反正一直上去一直卖 一直上去一直卖嘛 卖到有一天 到剩6天要结算嘛 结算那天我们看情况啦 那看要让它自动结算 还之前直接Market把它除掉 接着在之前这段时间 我们试机再转到下个月 跟二月份的仓位持续做多 跑不掉的啦 我跟你讲这段的一个多方的架构 如果依照这个国际股市这么强劲的一个表达的话 台股我今天还在这位置啊 好委屈啊 太委屈了啦 所以持续往上攻坚应该这几率是八九不离十 八九不离十 那A50呢我们之前所预期的 我说哎呀上飘鞋 你如果这位置呢上面有反压 但是下面又有支撑一个情况之下 我在这个位置不是很肯定 我们就暂且先观望 我不管你是先压再上或直接上 戒指再说嘛 哎一点直接说 现在说了大概两百点 反正这个情况之下呢 当我们笃定那个位置的这个时间点一到的时候 我们再做接触都还来得及 暂且先把一部分资金我们抽出来 还起到标的 二三十走进行做的嘛 你可以去做这个古物类的啊 去做外汇啦 去做这个原油之类的都OK啊 我们这两天全部都锁定黄豆类的 黄豆类的商品呢 在这个位置呢 底部来看的话 似乎有打底完成的现象 配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全球气候 似乎有异常 我们今天来谈谈气象报告 我们来谈反圣赢的现象 好了 老大哥 今天还是在高档 我待你了 老大哥可能还没有过高以前 可能我们八拐拐过了 没问题啦 真的还没过高 但他一直为什么在高档 我之前我不这样压的话 我哪有空间来拉 我不这样拉 哪有办法来破八拐拐 哪有办法抵达一万一呢 没有错啦 你看老大哥 现在还在高档 那现在这两只 二哥跟三哥 有点三个比较弱 没关系 反正如果你要正式翻多的话 好 你现在有看到了 来 我指给你看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几跌 我刚不是讲三部曲吗 几跌 然后你目前他是出现一个缓跌 之后呢 你看这两个关卡 一旦出现帐行的话 那就有机会了 大概至少弹圣会有1000块钱左右的range 配合二哥呢 今天是有一个底部完成 一样跟这个大力光一样 你先看这个颈线的位置 有站上去的话 应该是大概大关卡100块那边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到 好了 这个是三个老大 尤以大哥 今天是一个强攻的一个走势 带动我们今天台北股市往上走升 最大工程是他 好了 所以类似像这种标的的话 你开始就可以来逢低布局 我今天整个大盘 一直维持一个强攻的一个架构的话 这些刚好底部 根本没有涨支付了好几个月时间 这些标的全部都可以锁定 你不见得一定要全部锁定电子股 你在传产类股的话 最近活蹦乱跳 全部都这些 反正电子股要弱 你去看金融 去看那个传产股 一大堆哇天天标 这就可以买嘛 有没有 好啦 那到昨天之后呢 那稍稍休息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那涨了一段对不对 他压回之后还会有机会 那接下来你把一部分资金 你这慢慢往上 你就慢慢把它给出脱掉嘛 我不是讲吗 5%到10% 20%以上卖掉 转到又要往上来急功的这些标的上 他又有机会了 有没有 全部锁这个就好了 这是迟老的事情 而且我给你的都是有基本面的 我放大给你看 他都有基本面 你基本面的话 如果说一直维持都是在一个稳定的架构里面的话 这个配额季 你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跑不掉了 有没有 跑不掉了 所以你看这个位置 有没有 今年的第一季 突然有荡回来 但第二季开始 有起到第三季不错 比之前这过去这两年以来 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这代表着 他的业绩一直维持在一个平稳状态 那加上股价 目前还是在支付的一个位置 只要有那一个利益多利益到一点进来 一次机 重 这也在这构论嘛 你刚看到那支就这样来的 好了 一样的道理 所以 类似像这种标利很多 你可以来锁定 好了 那目前在一个支付的位置 这迟早的事情 类似像这种标的的话 你可以把一部分资金 譬如说 我这个位置 假设我要做三张好了 先假设 你可以三十张也没关系 我这边先marking一张 你这个位置要marking两张 他冲上去几乎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一上去可能一层两层以上 跟刚刚这支一样 这上去的话 5%到一层以上 绝对跑不掉了 一样的道理 好了 所以说 我今天大盘是这种走势 是这种走势 连刚好9天之后 你说这些完全都没有涨的这些 会不会有落后补涨的空间 一定有 那是一定有的 因为只要整个盘式是一个多方架构 在一个强供的效果里面 这个股票的一个涨跌 它有前后的顺序 有先前部队我先冲 冲完之后来第二批再冲 第三批再冲 你现在看到 类似你刚刚看那支付区那些 是可能到第二批第三批了吗 它迟早会动 好了 就这些就够了 算不完 一年两百几个 两百五十几个交易日 你光是股票部分 你锁定这些 机会太多了 那你不知道怎么样挑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挑给你 好了 那我们这个台子的部分 我刚刚所讲的 我说如果你切到这个分钟线 二十分钟你看得出来 它现在在做一个横向的盘整 那不管怎么样 你即使有一个往下的一个急错 你即使破了八洞洞以下 你要注意 我刚刚讲那个重点还记得 还记得 你沿路上来 有很多套牢的空单 急着要解套 这空单的急着解套的这一些单子 随时准备在下方 赶快来做回补 这股支撑力道不容小觑 不容小觑 所以你未来这两天 先看这个位置 有破的话注意 下方这个位置很有机会 又是你再一次进场 来减便宜你的两极 那A50 有没有 我昨天讲的上销线 你不是推A就推MB吧 好啦那你如果推上面的推MB 你直接往上攻对不对 好 有没有攻 对不对 没有错了 你直接往上攻的话 那机会点就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之前所讲的14000那个位置 就你看到这14000 我跟你讲你这个14000的话 攻上去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我是要直接破还是压回再破的问题 好啦那现在是一个多方架构 整个是这么扎实的一个这个形态的话 他告诉我们 我今天有办法突破上面的反压 代表幕后这些推手 他要把他往上推升的这个气图性向他旺盛 这个情况之下我应该怎么样来做 很明显的 我这个力道已经真的有展现了 因为他没有压回原先我预期那个位置 代表你力道够强对不对 好 我把这一个进场的位置往上推 这两天你所应这位置 这迟早啦 会回来 除非说你真的有够强 你过一万四你过给我看 你过了之后我在往上推而已 环体一直都顺势做 但是记得你虽然要顺势做 还是要考量到风险 所以为什么我这两天做了这么一个保守 有我的道理 我要观测 观测你是出现你刚刚所看到推原A或推原B 你出现的时候我在出手都还来得及 暂时资金戳出来 做这个嘛 最近这段时间全球的气象专家有字一统 大家的看法很类似 有可能在未来的这半年到一年时间 我们的全球这反声音现象会出现 怎么叫反声音现象呢 就太平洋这边的一个水温降的很低 造成什么呢 澳洲这边 东南亚这边 降雨量增加 那你这边的话降雨量增加 造成什么呢 在我们美国这边 巴西拉阿根廷这边 你这边的降雨量变成怎么样 你这边增加 你云飘过来这边 那你飘过来这边的话 你变成这边干燥 那偏偏刚好这些位置 什么巴西拉阿根廷美国南部 刚好是这些黄小玉的一个种子区域 我跟你讲 你这些东西 你这些植物 你如果没有雨水的话 它一定长不好 缩成一定降低 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反声音现象就好比 我刚才所讲的 全球气象专家的一个预期 就真的在未来这半年时间 真的出现的话 也就是雨水在美国大西洋的左边这边 有雨水有下降的一个趋势的话 造成这些穀物黄豆来玉米小麦 它有减产现象的话 那未来这段时间 你如果配额像黄豆这种技术面这样来看 你说它会不会有飙升的空间 你过这段时间的话 你只要出现这种气阳一场的话 它出现的状况是这样子 这就是机会 所以如果未来的这半年时间 就真的气象方面 有出现这种几率的话 配合技术面来看 你说这不是机会吗 所以说你这个基本面 你要配合我们技术面来看 如果全部都吻合情况之下 你今天来压保这个多换部位 是不是相对你的盈率会达比较高 那是一定的 所以这情况下 我们这一两天开始就来布局 黄小玉这些的谷物的商品 你看我们这两天 全部做这些 你这个情况之下 你长线来看是一个多头 短线的话 也有打底的一个味道 那如果配合分钟线 也刚好在一个支撑位置 为什么不买 肯定的位置赶快要跳进来 随便捞都有钱 我们黄豆有钱 晚上礼拜不不卖掉 没有之后呢 昨天晚上 最后一笔三摊八九 我昨天早上大概是九点四十九分发给你的讯息 在这边 9点四十九发给你的讯息 这个位置 你看到有标 早上就发给你的哦 三三八九 剩下的部位全部来说一个卖出 结果呢 结果 在几点 晚上大概十九点的时候 大概七点多的时候 就刚好最高点就三三八九 昨天又让我卖到了最高点 有没有看到 达马赛克 应该看得清楚了 来看左边 三三八九 昨天晚上大概十九点的时候 就刚好最高了 三三八九 当然特位这边的话 还有一部分 我们就来做一个流畅 那这一个三三八九 我们昨天普惠这边把它卖掉 我另外后面有一个讯息 压回四九跟一栋再接多单 太好了 我卖掉之后 好 真的就很不客气 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 一直掉 又买到我们 又买到四九 当然最低不是四九了 最低大概三两左右 我们下面那个一栋没有买到 至少买到四九 买了 现在又拉到六零 以上 所以 你配合技术面这些短线的这些机会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做 长线是吻合的 那短线的OK 为什么不来做一个多大的交易 高朗区卖低档区再来接 太好了 你试试看 好了 有没有 昨天我给你 这一通是 九点四 九点四十九给你的 早上 这是昨天八号的 好了 我们剩下部位来 三三八九全部卖掉 那接下来 一样黄豆油 我们三三四九跟一栋 逢低赛做多 就你刚刚看到的压回到三零左右 又买到四九 那配合我们昨天另外一个讯息就是黄豆 黄豆我们来做一个多单 结果两单全部买到 我们今天早上来做一个卖出 卖出 先出掉一笔的一个多单部位 小赚了而已 四千多块 四千多块 昨天剩下的那个黄豆有卖掉的话 赚大概两万一 二一六洞洞 一口赚两万多 那今天早上那个四千五百块是黄豆 谢谢他坦娘 另外一笔他留着 我们接着资金抽出来之后压地再接 这样不是很好 所以你要配合这个基本面 配合技术面来看 长线配合短线 全部都吻合情况之下 资金压保进来 不需要多 你只要类似这种标定 你要只要压保一到两个就够了 我不打没保 当我瞄准目标的时候 我们就全部锁定那个就可以了 钱就掉口袋了 所以我一直跟你灌输一个观点 你不要一直执着在一个商品 我一定要做SP 一直要多到穷 一定要做A50 不一定 看情况 我这段时间 我这些标例 有机会我跳进来 如果不是很肯定 千万不要跳进来 你跳进去之后 不肯定的情况是这样 难道你去当炮灰吗 没有错 我这样讲应该听得懂 所以这个不要肯定 有机会的我们跳进来 转到这边来 一样是有利可图 对不对 所以操约上没没咬咬 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进来我这个 耐力群入当中 台股台子海棋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里面跟我讨论 那要更单的 来视讯跟我讲 好了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聊 谢谢 谢谢 我这次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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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